看到傅佳女不顾父母反对嫁给妹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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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就不去参加这个婚礼 结婚前的准备处处不顺 婚后刘永熙嫁到李家的 第二天就被催生了 我不想哄孩子 要是自己有个孩子 你也得哄啊 结完了还在去 抓紧时间哄孩子 所以太容易得到手的 都会不珍惜 刘永熙和婆婆之间 对婚姻的鸿沟 才是家庭矛盾的关键